国庆廉价百货涌现满满人潮 星光三月全台第15家分店 Damon Towers选在廉价试营运 应该很好吧 经济繁荣 位置就仅邻搜狗复兴店 星光三月首度插旗台北东区 瞄准高端客层 一管二管一到四楼为百货 在网上楼层则是豪宅 专家分析 餐点特殊高级品牌进驻 可带动常鲜顶级客群 这个钻石塔的话 我觉得其实比较有趣的是 它带来的冲击或影响 反而不大 但是它有可能会对星光三月 带来比较大的帮助 是极高层次的百货 反而比较少见 所以这时候可能是带动 它整个品牌形象往上拉伸 而近期新百货话题 不只有Damon Towers 新北最大商场玉龙城 在上个月正式开幕 针对新店或者是部分的景美 以及这个所谓的一部分的过光客 有作为诉求 那因为其实很多 在过去新北市的居住的条件上 它至于房价越来越贵 可是它却没有相对能够 满足的百货公司 所以这个时候 它就填补在新北市的 这个时候的评价百货的部分 百货公司进入新战国时代 业者各自端出分众策略 要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辉摩 曾新敏 台湾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